哈囉,我是阿斌 我們今天是非常特別 因為我們現在在 前往嘉明湖的路上 嘉明湖耶 天啊 所以我們現在在向陽三五 那今天的主題非常特別 為什麼呢 因為加拿大打工 度假是我人生下一個階段的跳板 沒錯沒錯 其實我那時候認識Lorea的時候 我就發現她其實是 蠻活潑的一個人 然後很喜歡冒險 後來跟她聊天之後才發現說 喔,原來妳之前的工作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我就直接問 妳之前的工作是什麼 是公務員 其實剛考上公務員 沒多久我就一直很想做這件事情 但是有時候 因為一份工作 它讓妳的生活穩定 收入也穩定了之後 妳就會漸漸的去安於現狀 沒錯 對,然後就這樣子 又過了幾年 等到 等到 千萬不要講年紀 我知道 等到有一天我發現 再不去做的話 我以後應該會蠻遺憾的 對 就是我就把公務員這個工作辭掉 然後就飛到加拿大去了 最困難的點應該是 下定決心要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因為同時會有很多人跟你說 蛤,妳為什麼要去 妳為什麼公務員不做了呢 等等之類的 因為我其實就只是跟他們說 因為這是一件我不做我會遺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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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呃,就有比較多閒的時間 然後我又去找了第二份監裁 第一份監裁啦 就是第二個工作 就是在我們飯店附近的麥當勞 到了隔年五月份的時候 因為有朋友跟我說我們附近的餐廳有在找人 對,然後所以我又去 我就去餐廳應診 所以有一段短短的時間 其實我做我今天的三份工作 哇 對 不會很累嗎 不會啊 因為時數都還好 就是都有平均分配到 所以我覺得還好 妳是在哪裡? 哪一個鎮? 在BC的一個鎮叫做Golden 它在洛基山脈的山腳下 我第一份工作是出發前就找好了 我自己是覺得對我來說是還不錯啦 就是一開始就知道要到哪裡去 我覺得最大的影響是變得更謙虛 其實在台灣根本也不會想說 要去麥當勞搭什麼工 或者去餐廳當什麼服務生 尤其是有時候想想 欸,年紀這麼大 然後來這裡也給你端盤子 不過我覺得很好的一點是因為在當地 他們不會覺得 他們就覺得工作 反正就是一份工作 他們不會覺得說 蛤,妳已經幾歲了 然後妳要來應徵當一個很基層的工作人員 好,我們現在在向陽山 3600里山公尺 很厲害 好,那工作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 認識了很多人 對,就是在我跳出去做飯店的工作之後 因為原本第一份工作的老闆跟同事全部都是華人 那我接下來的第二個第三個工作 我都沒有華人 就是都是加拿大當地的人 然後現在還有連我也還有回去看他們 對啊,就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然後還有認識了我在加拿大的 應該說是我的第二個家庭在加拿大 嗯,很酷耶 那妳有沒有想要給新生們 就是說去工作有什麼的建議 放寬心 就是不要給自己設限啦 對啊,就是不要限制說自己一定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因為我之前也有一點這樣子的 就是覺得太怎麼樣的工作 我不想做 對,但是實際上做了就還蠻好玩的 而且你想想看又不是叫你做一輩子 就是去多一點體驗我覺得還不錯 那妳覺得對妳來講挑戰是什麼 挑戰應該是我剛回來的時候吧 就是要面對重新找工作這件事情 就是可能一開始還是會有點慌張啦 對啊,然後會有一陣子比較彷徨 不過我覺得還好的是因為我家人都蠻nice的 他們也沒有一直逼著我要趕快做什麼做什麼 就是讓我先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然後慢慢的去找工作 加拿大打工度假對現在的工作有什麼幫助 我覺得它並不是打工度假這個經驗 帶給我的是直接連結的那種幫助啦 反正它是讓我有機會可以跳脫我原本的生活模式 就是原本工部門的那個生活權跟工作權 然後經過這一年多時間在加拿大之後 我回來我重新面對的是一個很開放的 就是很多選擇在妳面前 因為它讓我脫離了原本既有的生活跟工作 那現在到佳明湖的心情是如何 好爽喔,而且我們包場呢 在場都沒有其他的人 只有我們這一坨 哈哈哈哈 而且天氣超好的 除了風有點大 真的 還有一個是我在加拿大學 有一件事叫做感恩 嗯 因為一開始去的時候 我很感恩自己有機會 自己可以抽籤抽到 然後自己可以很順利的在出發前找到工作 我覺得這一切就是會讓我變得很感恩 然後還有一路走來遇到的很多人 包括這次來嘉明湖的天氣 每天都很好 這件事情也讓我覺得非常的感恩 感恩 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